不一样的王一博,素颜出镜,湖南卫视邀约点燃跨年夜独特风采。 一个充满非凡热闹的月份,娱乐圈终于再次变得异常活跃。 毫无疑问,王一博成为了热度的中心,频繁亮相, 引起了持续的关注和话题不断涌现, 仿佛提前给了我们过大年的集市感。 它就是那个无可争议的巅峰存在, 它所涉足的领域就是热度的源泉,是人气的汇聚之的, 更是引发话题的高地。 王一博在这一年可谓大丰收,如今年底临近, 当我们总结回顾时,怎么能够不提及它呢? 令人欣慰的消息是, 王一博今年将回归他的母校湖南卫视主持的跨年节目。 我们将有幸见证团圆的画面, 那便是在跨年夜,天天兄弟的热情拥抱。 这份久违的熟悉感, 更是期待已久的两年后再度合体的喜悦。 早前在街舞舞台上, 我们已经见证了王一博与大老师默契配合的黄金组合, 此次再度携手,仍然一如既往。 由于王一博的回归, 跨年晚会的门票瞬间飙升, 其人气可谓不容忽视。 在年初无名上映时, 王一博不辞辛劳地宣传着自己的作品, 而汪涵也毫不吝啬地为之付出努力。 带着一份骄傲和开心, 王一博向大家呈现了他的新作品, 衷心期待大家多多支持。 汪涵的言辞中透露出一份亲切, 这无疑是源自内心的欣慰和喜悦。 在兜兜转转的日子里, 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天天兄弟三人同框的画面。 然而,在这次跨年节目中, 王一博将携带新歌和全新舞台回归湖南卫视。 同时,大老师也将再次回归。 得知这个消息后, 我们无比开心, 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回归。 毫无疑问, 怀着期待盼望着天天兄弟的合体。 因为这里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成为了王一博如同家人的特殊地方。 这是他心心念念的场所, 也是他无法亲临路眼, 只能无奈说声对不起的地方。 这是他口中不断提及培养他的场所, 更是见证他成长, 塑造他的天天向上。 韩哥和大老师, 如同父如兄般的存在, 都怀抱着希望, 期待有机会再度聚首。 六年的共同时光, 对于王一博这位年轻人来说, 是格外重要的。 这段时光见证了他的青春, 承载了他的成长, 是生命中宝贵的浓缩。 王一博的回归 无疑是一件令人非常开心的事情。 新歌搭配全新舞台, 而且这次王一博还带来了两首歌曲, 他的舞台表现从未让人失望过。 这次的演出无疑将是一场精彩分成的视听盛宴。 湖南卫视跨年节目依然选择海口, 而回顾王一博在2019年炙手可热的表现, 那场以无感为代表的水舞台演出, 至今仍是无法匹敌的存在。 这一表演不仅在当时让他迅速走红, 更成为许多人仿效的对象, 然而,这份独特的魅力却从未被超越。 回忆起那个时刻, 场景仍然历历在目。 王一博的水舞台开启了他的热搜时代, 仿佛还能清晰记得那个夜晚满屏的王一博, 舞蹈出圈, 高曲刷爆, 骑着大摩托的他, 帅气且张扬。 丸子头的发型搭配香奈外套更是成为了经典之一。 这一瞬间, 他确立了自己在娱乐圈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时光虽已流转多年, 然而那个水舞台依然是人们心中的经典, 成为了王一博顶级流量横空出世的标志。 这一瞬间不仅刻在了观众的心中, 更为他的娱乐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即时, 成为无法磨灭的印记。 王一博, 总是真诚而不虚假。 这一年, 王一博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型, 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 他的回归主打情怀, 无疑让人对他的表现充满期待。 展望2024年, 人们纷纷猜测天天向上是否会重新启动。 让我们静候佳音, 期待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王一博这些天确实过得非常充实, 忙碌而开心。 每天都涌现出大量新鲜的讯息, 让人感觉仿佛应接不暇。 这个阶段的他似乎处于事业和生活的巅峰, 粉丝们也在热切关注着他的每一步。 这样的喜悦和繁忙让人期待他未来更加辉煌的表现。 王一博以素颜出镜的封面形象给我们带来了不同寻常的视觉冲击。 瞬间让人有一种不认识他的感觉, 这组封面打破了常规, 垫覆了我们对于王一博的传统认知, 为我们呈现了全新的形象和体验。 这种大胆而新颖的尝试让人更加期待他未来在娱乐圈中的不同表现。 如果巴沙杂志邀请王一博拍摄封面, 而且这是巴沙争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的机会, 那确实是一项重要的成就。 这种邀请通常代表着杂志对被拍摄者的认可和重视, 同时也展示了被拍摄者在娱乐圈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期待这次合作能够呈现出引人注目的视觉效果。 的确, 王一博在时尚圈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可忽视。 他以独特的气质和时尚品味成为备受瞩目的时尚偶像, 因此, 他的出镜往往引起不小的轰动。 巴沙杂志能够邀请到王一博拍摄封面, 无疑是对他在时尚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的肯定。 这也显示出杂志方对于选择封面人物时的慎重考虑。 期待这次的拍摄能够呈现出令人惊艳的视觉效果。 王一博的每一次封面都能迅速引起关注, 成为销量的霸榜存在。 由于他的时尚魅力和影响力, 确实让他的封面在娱乐圈中别具特色。 然而, 正如你所提到的, 我们很少看到他频繁出现在封面上, 这或许正是因为他独特的做事风格和性格。 王一博以果断的决策著称, 一旦某个领域成为他的强项, 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放下, 转战下一个赛道。 这种勇于挑战和变革的态度, 使他在娱乐圈中更显独特, 也让人期待他在未来会有哪些新的精彩表现。 这次巴沙杂志对于王一博的封面显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从预热到发售, 通过连续发多条动态表达了诚意。 这样的行动不仅凸显了他们对于这一合作的重要性, 也让整个时尚圈位之惊艳。 这种全方位的宣传方式, 展现了对王一博的尊重和期待, 也为这次封面的成功创造了更多的关注和期待。 这无疑是一次引人注目的合作。 巴沙封面的摄影师艾老师分享了拍摄幕后的故事, 尤其强调了与王一博的愉快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 王一博这次是他头一次以素颜出镜, 这时整个拍摄过程显得更为特殊。 摄影师形容整个过程的默契配合让他感到意外和惊喜, 这种情感也让粉丝们更加期待这次封面的呈现。 这种独特的合作可能会为封面增色不少。 对于一个艺人而言, 素颜出镜需要很大的勇气, 尤其对于像王一博这样的顶级明星。 在不化妆的状态下, 脸部的状态一览无疑, 这需要勇气和自信。 王一博选择扛下这个挑战, 甚至在素颜状态下表现得非常配合, 这展现了他对于自然, 真实的态度。 拍摄过程中, 他的随性抓拍的造型 也为整个封面增添了一份轻松和自在的感觉。 这样的尝试让人更加看到了 王一博多样化的魅力。 王一博素颜出镜展现了对摄影师的信任, 同时也呈现了一种坦诚自然的态度。 这或许也是为何巴刹频繁更新动态, 不放过任何一张图的原因。 通过真实的还原王一博的本真形象, 不仅展现了他的真实一面, 也传递了一份坦诚与自然的美感。 这种真实和坦率的呈现方式, 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展示出王一博独特的个性和魅力。 巴刹的这种用心, 也表达出了对王一博回归的热切期待和诚意。 在四个多小时的拍摄中, 王一博对音乐风格提出了要求, 这样的选择能够让他感受到 并表达出不同寻常的自我。 他的卷发凌乱, 随性简约的造型, 似乎更符合他内在的氛围。 王一博属于那种富有感受力的人, 他能够在沉默中释放自己, 而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的王一博则 表达出截然不同的特质。 这种注重细节和表达感觉的拍摄过程, 或许正是为了呈现更为真实和多样化的王一博。 和王一博合作确实是许多人都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种合作往往能够激发出许多创意和灵感。 这也表明了王一博个人魅力的独特之处, 他能够在合作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 让摄影师们感到兴奋和激动。 王一博的影响力不仅仅在娱乐圈, 他的合作也能够跨足到不同领域, 为整个团队带来新鲜的创意和动力。 这种个人魅力的表达方式, 无疑为合作带来了更多的乐趣和成功。 王一博跨年回归湖南卫视, 以素颜出镜的封面原来是经过邀请的, 这真是不愧是一位顶留艺人。 这样的回归让人充满期待, 也凸显了他在娱乐圈的独特魅力。 王一博的个人风格和出色表现使得他的每一次 亮相都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这次的湖南卫视跨年封面更是让人期待他 将呈现出怎样令人惊艳的表现。